優先本來就很愛喝水嗎 是 對 就是 因為以前沒有個習慣 以前就覺得說喝水麻煩 或是說一定要帶罐東西在身上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多喝水 好處實在太多 所以就好吧 那就找一個自己喜歡的品牌 選一種很好喝水質的水 然後就常常喝 對 不為客 那優先剛剛就是自己品牌有什麼 喜歡的機械運動嗎 也不能說喜歡 但是每一種都去產生 對 因為 嗯 是我自己覺得好像 每一種運動都可以給我不同的刺激 然後也有不同的感覺 但是叫我專精成為某一個 某一路的專家就覺得 哇 好像滿辛苦的 所以我就是那種到處碰 然後如果可以玩一些什麼 好玩的成果出來 不覺得嗎 所以這樣好像又勝就是有參加那個 玩很大 聽說在裡面海川平均 你怎麼有分享一下這一站好不好 是啊 這一段連我的鄰居都在說 你犧牲太大了吧 對 他們就應該說 是節目的關係 那個節目讓我覺得能量很充沛 然後讓我覺得好像在那個時候 就應該做到底 然後淋淋盡盡的完成自己的任務 所以那時候他們這樣子 好 那就配 但是不會很別扭嗎 超別扭的啊 他們算剪接的 已經剪接了好像我掙扎的部分 其實我掙扎滿久的 那想可不可以 然後經濟人在旁邊說 然後馬上打電話回台灣說 怎麼辦又勝好像要穿比基尼勒 然後後來又勝 然後公司就說不能不能讓他穿 但是一轉過來我已經穿好了 對 所以 女人有看到你穿比基尼的樣子嗎 蛤 完全沒有 我讓他睡覺 不敢給他看 對 不敢給他看 那有人就是說 是不是因為當爸之後啊 所以就是 超下了那個偶像包袱這樣子 對 我覺得有一點 應該說 他也給我滿大的力量 讓我覺得 很多事情可以有很多空間 不用這麼硬性規定 你看那群小孩子多可愛 再給他們水 快點 天氣很熱 會不會講說以後也要往一個 綜藝咖的方向前進 哇 綜藝咖嗎 我覺得我可能 沒有那個程度耶 我覺得他們都超猛的 對 KID穿泳衣應該跟我穿T恤差不多長 對 我不會那麼常穿比基尼啦 對 變成很流行 爸爸就帶女兒上節目 之後會有考慮這樣的行程 哇 那多多看那 看那幾年之後還有沒有這些節目囉 我覺得 我覺得是以自己想做跟有趣為主 對 對 那之後雷雷長大有想說要讓她抓之後 抓到什麼 會不會很希望她抓之後 抓到什麼東西嗎 我不知道耶 我 我不喜歡 我應該說我不想要設定她 可能是什麼樣的女生 太難講了 或許她爸爸這麼冒險 可是她是個超級淑女 也有可能 我覺得那也很好 但是我覺得有一天我可以帶她去爬 爬火山 跟她在火山上合照 一個還不錯 因為上次比基尼其實已經一賽是很大服 我那未來如果有綜藝節目就先請你穿 你還想怎麼樣 你還想怎麼樣 是穿肚兜啊或是短褲 誇張了不知道 到時候看是 應該說我是被環境感染被推動的 對 你叫我現在穿我絕對不會穿 可是如果有什麼節目很酷 然後他們可以玩什麼很有趣 然後讓大家覺得 因為大家看我穿比基尼反而不只是爆笑的感覺 而是覺得天啊 怎麼這麼敬業 這麼拼 反而是我們想呈現的正面力量 如果說某個節目又可以讓我 透過某些形式讓大家開心 我覺得很好 聽說有180萬的人在收看 而且還是收視冠軍 快破山了 沒有這麼高 是高在那一段嗎 哈哈哈哈 那我只好代言 比基尼嗎 不會啦開玩笑的 那因為之前拍蔡英雄 是不是後面有加一段視就是說 要看到嬰兒那段 你也很感動 你可以聊一下那個時候的心情 那一天太好玩 那一天其實本來是戶外戲 然後下大雨 台風天 結果導演就說 那不然就改到室內吧 結果一到 怎麼是個什麼婦幼醫院 然後就一整排的小嬰兒 哇塞 結果後來真的因為這一段 而整個結局都換了 然後我覺得蠻搭我現在的感覺 因為很多時候 有些話是想對孩子說的 那說的那些話 其實都是自己生命的一些體會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好事 我覺得有孩子是好事 人都會改變 因為還沒有宣布這個消息 對 心情是很孤雅對不對 所以看這些小孩 對看這些小孩 我 我比較多心情是好奇 哇這麼小喔 哇是會這樣嗎 對但是轉過頭來 要裝作什麼事都沒有 哈哈哈哈 繼續演戲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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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